三体 死神永生 上 这个故事要从一个叫云天明的人开始说起 在以前的危机机缘四年 那个时候的人们心情很复杂 外星人四百年后会来侵略地球的这个消息 在那会儿可是一个既新鲜又可怕又劲爆的消息 各个媒体铺天盖地的都在报道这件事 不过在云天明眼里 什么三体人四百年后会侵略地球 那都不是事 因为以他的病情 明年的事都不用他操心了 他的身边没有几个亲戚 其中他的姐姐还总想让他早点安乐死 那时候治疗绝症就是个花钱的无底洞 对于脱家带口还没买房子的姐姐来说 弟弟云天明早点死 他还能从父亲拿到不少遗产 云天明也很识趣 也不想受罪 想着那就准备准备 这两天安乐死吧 就在他思考安乐死这件事的时候 云天明的大学同学胡文 带着创业成功的喜悦前来找他 胡文的公司主要是卖饮料的 胡文能来找云天明并不是他们之间关系有多好 而是胡文卖饮料能成功是因为云天明的一个点子 这个点子来自于云天明对饮料独特的爱好 这个爱好就是在矿泉水里塞野草河 胡文当场给了云天明三百万 这笔钱对云天明来说真是可有可恶 云天明本想拒绝 但胡文非常坚持 无奈之下云天明才收下了这笔巨款 没多久云天明还是决定安乐死 他的病已经重到巫符享受这三百万了 这笔巨款他并不打算留给姐姐 毕竟云天明已经如姐姐所愿 赶紧去阎王呢 报到了 此时他突然灵光一闪 云天明决定用这笔钱给他大学里暗恋的诚心 送一颗星星一颗真正的星星 那去哪买一颗星星呢 这时联合国展开了一项群星计划 主要的目的是骗钱 当然对外叫筹款 他们拍卖太阳系外的部分恒星所有权 如果买到了会怎么样呢 你会得到一张纸上面标明你的合法所有权 晚上的时候你可以望着这颗星星心里暗说 哈哈这颗星星是我的了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什么用了 如果你想去那里 不好意思 不可能 最近的恒星都有一百多光年的距离 所以这个计划开始时就结束了 总共也没卖出去多少颗 不过嘛 有没有用 对于云天明现在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他从胡文呢 要到了诚心的个人资料 花了三百万 匿名买了一颗恒星送给了诚心 不禁感叹 云天明真是个浪漫的人啊 第二天 云天明开始接受安乐死 正当他要按下最后的确认按钮时 诚心带着人突然出现 阻止了云天明 在这一刻 诚心对他说出的第一句话非常出乎意料 天明你知道吗 安乐死法是为你通过的 这话从何说起 这就要先说一下阶梯计划 当时诚心在情报局工作 局长叫韦德是一位雷厉风行的关键人物 他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口号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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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择手段的前进 韦德想发射一枚速度达到1%光速的探测器 去获得三体舰队的情报 在这时造一枚1%光速的探测器是不大现实的 但诚心提出了一个设想 造出一枚只有辐射帆的小型探测器 并在辐射帆的航行轨道上不止核弹 每一次核弹爆炸都会使飞船加速 这个过程很像在攀登阶梯 该计划被命名为 阶梯计划 这个计划的负责人正是诚心 这枚探测器必须非常的轻 由于技术的限制 导致探测器小到只能放入一个被激动的人脑 阶梯计划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大家只能选择相信 三体人有能力把一颗人脑还原成一个人 并且他们愿意去这么做 这种行为无疑于赌博且失败率很高 但只要成功 只要一个人能进入三体舰队的内部 就会引起无限的可能性 诚心在执行这一计划时 得知有人匿名送给了自己一颗星星 这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惊喜 此刻的他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阶梯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但用谁的大脑成了问题 在社会道德的压力下 这个人只能从身患绝症 并且愿意安乐死的人中选 而且这个人的资料够 也愿意这么做 诚心在一次和同学的聊天中 得知以前的同学云天明身患绝症 早已时日无多 诚心没有多想 便把他纳入了人选之中 随后便有了诚心 阻止云天明安乐死的那一幕 云天明得知着来龙去脉后 接受了女神的请求 加入了阶梯计划 当云天明的大脑被取出后 诚心才得知 那颗星星正是云天明送的 此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因为等待云天明的 可能是无尽的噩梦 假如三体人真的捕获了这颗大脑 反复虐待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阶梯计划开始了 但百密终有一书 探测器偏离了航线 飞向了无尽的深空 情报局的领导们 选中诚心冬眠 到未来继续跟进阶梯计划 希望能有奇迹发生 罗吉利用黑暗森林法则 拯救了地球后 人们从此进入了 威慑纪元 三体人在这个年代 看似跟人类是 你好我好大家好 人们感觉三体人解除了对地球的科技封锁 并细致入围不厌其烦的传授科学 有时自己还被三体人嫌弃学得慢 被推着快点学 人们觉得自己一下子获得了被压抑几个世纪的知识 三体人还帮助人类建造了引力波天线和引力波飞船 万有引力号 来帮助人类利用这些工具威慑自己 人们需要建造引力波发射装置 是因为用引力波向宇宙发送信息 比人类之前用的任何手段都靠谱有效 当初人类舰队被水滴团灭 在战场上只有量子号和青铜时代号 这两艘战舰成功逃离 由于资源有限 青铜时代号突袭了量子号 带着量子号的物资飞往了另一边 经过漫长的一段时间 青铜时代号返航了 现在飞船上的人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地球了 他们激动地喊着 回家了 回家了 他们幻想着回到地球上安逸的生活 和被人崇拜的感觉 之前他们收到了一条消息 被告知人类对三体世界的威慑已经成功建立 让他们尽快返航 一开始没人信 后来质子在青铜时代号上展开 并建立了空信 这是青铜时代号上的人才信 并且他们得知 自己已经成为了人们的英雄 全世界的人都在盼着他们回归 青铜时代号回到太空港后 战舰上的人看到人山人海都在为他们忘情的欢呼着 当所有人都离间后 突然一片寂静 迎接他们的人当中 有一位上校开口说了一番话 大致内容如下 你们已经被开除了军级 你们带来的耻辱永远无法被谋灭 你们的亲人不想见到你 他们以你们为耻 他们恨你们 你们将被移交给私房系统 说完后 大批武装部队出现 逮捕了他们 罪名是一级谋杀和反人类 在这片中大家才知道 在当时没有退路的太空里 青铜时代号的人们建立了集权社会 为了集体相存 几乎每个人都放弃了自我 成为了集体的一部分 青铜时代号 准备对另一艘战舰发起进攻时 曾有一次投票 鉴上94%的人赞成攻击 当用刺身波清淡 解决了量子号后 人们把上面的事情取暗 则是一个部分 将它传越了实物 对护审判的结果是 138人 无罪 6名高级军官 终身监禁 7个人军被判刑 刑起从20年至300年不等 在他们进监狱前 有几位青铜时代号上的军官 被宪兵押送的最后一次进入了他们的战舰 进行一些交接工作 其中有一位被押送的军官叫史奈德 他在交接完成时 突然进入另一间操作室 快速调出一个通信界面 他说道 青铜时代呼叫蓝色空间 青铜时代呼叫蓝色空间 就在此刻 一束激光穿过他的胸膛 他用尽最后的声明喊出一句话 不要返航 这里不是假 本来蓝色空间号还在犹豫中 当收到这个警报时 他立刻全功率加速 能飞多远飞多远 不久后 万有引力号飞船 开始追击逃跑的蓝色空间号 为什么要追呢 因为当人类得知黑暗森林法则后 特别害怕被其他外星文明发现 所以追击蓝色空间号 并将其摧毁 成为了万有引力号当前的首要任务 三体人派出了两颗水滴 去协助万有引力号 人类文明从三体人学到了越来越多的东西 而三体人也从人类足以掺的文化中学到了不少 当人们知道三体人喜欢地球文化时 一开始是不相信的 后来三体人给人们看了很多自己模仿人类文化的艺术作品 包括电影 小说 绘画等 这些艺术作品都是用人类作为角色 环境也都是地球上的 这时人们才相信了 人们用AI和仿生技术帮质子造了一个身体 质子成为了有躯体的机器人 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位美丽庄重的日本女人 威慑纪元61年 成心从冬眠中被唤醒 但并不是因为阶梯计划 而是因为云天明送给他的星星 这颗恒星被发现周围还有两颗行星 其中一颗与地球十分相似 发现这些的是一名叫爱AA的女博士 一位像鸟儿一样清零的女孩子 她后来成为了成心的好友和得力助手 由于现在人们已经具备了星际远航的能力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 这颗恒星的价格马上开始飞升 联合国唤醒成心 就是为了买下这颗星星 成心因为这个星星开始消有名气了 刚来到新世界的成心 虽然是很不适应 就像是刘姥姥这大观园一样 看啥都新鲜 在这个和平盛世的年代 男性们都趋于女性化 到处都是精致的女装大佬 成心一开始走在大街上 还以为男人都灭绝了呢 她不禁感叹 这个时代太温柔了 一天 成心接到AA的邀请去一个地方 成心到了后并没有找到AA 等待她的是之前自己的上司 韦德冷静地向成心连开两枪 韦德告诉她 我与你并没有私人恩怨 只是我需要成为执剑人 而你会阻止我 我必须不择手段的前进 这反派啊 总是倒霉在话多 AA和警察及时赶到 击断了韦德的手臂 救了差点死掉的成心 还好AA及时发现了 有人伪造他的声音 跟成心通话 不然成心死定 韦德说的执剑人是什么 跟成心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亚洲 北美和欧洲 分布着三个引力波天线 还有一个在太空中的引力波天线 就是外游引力号 执剑人掌握着启动引力波天线 向宇宙发射三体恒星坐标信号的权利 只要三体人不老实 信号就会发出 不久后 三体世界和人类世界 都会遭到黑暗森林打击 此时 三体和人类这两个世界的文明 都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 这个人就是罗吉 此时的罗吉是第一任执剑人 在这个温柔的年代 人们惧怕危险的执剑人 渐渐的温柔的人们 希望执剑人也是温柔的 于是民心所向 大家选择了成心 作为下一任执剑人 这个时代医疗技术已经很先进了 成心恢复得很快 不久后 成心见到了已是百岁老人的罗吉 此时的他已经白发苍苍 十分稳重且坚定 从前的那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消失了 他的妻子和孩子早已离开了他 罗吉在他人眼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恶魔 执剑人的交接仪式开始了 罗吉把控制引力波发射按钮的权杖交给了成心 罗吉退休了 他完成了使命 而成心万万没想到 他这个执剑人只当了15分钟 就在交接完后 潜伏在太阳系的六颗水滴突然发动攻击 成心听着警报声不知所措 内心纠结的成心决定扔掉手中的发射控制器 顷刻间 地球上三个引力波发射天线全部被水滴撞毁 地球从此丧失了黑暗森林威慑能力 三体人一直隐藏着一项本领没有交给人类 那就是制造光速飞船的技术 三体人现在已经造出了光速飞船 四年后新的三体舰队即将抵达地球 三体人打破了两个文明间脆弱的平坑 至此给人们一年期限全部移民到澳大利亚 如有不从者 格杀勿论 三体人不想灭绝人类 完全是出于对地球文化的热爱和敬意 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温柔乡里 不肯离去等待奇迹的发生 质子一看 哦 原来你们把我说的话当耳旁风啊 好 稍等 没过多久 水滴开始在大城市里乱撞 高楼大厦逐个崩塌 一天内死了三十多万人 人们无奈之下 开始往澳大利亚迁徙 一年后 澳大利亚聚集了四十一亿六千万人 质子和水滴不可能管理这么多人 于是他们开始招募地球治安军 三体人给的待遇非常丰厚 既可以获得自由 又可以获得权力 一时间十亿人争相报名 最后有五百万人通过 成为了治安军 这帮治安军开始还很收敛 但后来随着澳大利亚的人越来越多 这帮人渐渐变成了魔鬼 随着移民期限的到来 治安军开始大量屠杀 没有移民进澳大利亚的人 很多人组成了抵抗三体人的组织 这帮抵抗军的精神领袖正是逻辑 但他们并打不到三体人 因为三体人这会儿还没到呢 他们只能打打身为治安军的人类 当移民结束后 治子切断了所有对澳大利亚的供给 其中包括食物 电力等生活必需品 治子的大意就是告诉澳大利亚的人们 你们呀 现在开始人吃人吧 等人口将到三千万到五千万后 我们再罚放供给 成心和他的好友A 也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他没被失望的人们打死 得多亏A和治子的关照 治子本来想带成心离开澳大利亚 但被成心拒绝了 他把这个机会给了AA 成心当然知道 自己可能会在这儿被人吃掉 但心灰意冷的他 早就不在意了 另一边 正在追击蓝色空间号的万有引力号 三体人以为 他们已经被跟随的水滴解决掉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蓝色空间号进入了一个四维碎块 在这个空间里 看三维世界的物体 就像看到了细节丰富的展开图 如果我在四维空间里 拿走三维空间里一个人的心脏 这个被拿走心脏的人 不会有丝毫外伤 简直就是隔空取物 水滴虽然外表坚不可摧 但内部却很脆弱 人们通过四维空间 破坏了水滴的内部 随后 蓝色空间号通过四维空间 进入了万有引力号 并控制了这艘飞船 不久后 蓝色空间号 吸收了万有引力号上的200多位船员 经过集体商议 他们认为 三体人应该已经占顶了地球 打破了和平协议 最终 大家决定 通过万有引力号 向宇宙发出三体恒星的坐标 进行打击报复 这两艘飞船 旅行完了对人类最后的责任 便继续向星海深处飘去 万有引力号 向宇宙发出三体的恒星坐标后 三体世界的恒星 马上就被一颗光丽穿过 被彻底毁灭了 从此 人们进入了 广播纪远 大移民完成后第六天 三体恒星被摧毁了 三体人彻底放弃了占领地球 因为他们知道 由于两个文明间 常年累月的通讯 三体世界被打击后 太阳系被毁灭 也只是时间问题 质子放弃了移民计划 苦难结束了 人们四处欢呼 广播纪元 七年 A在澳大利亚没留多久 这些年 他把成心的公司打理得很好 成为了太空建筑业的巨头 那些三体人的人类治安军们 开始被清算 无数的治安军被判处死刑或监禁 四年后 人们在地球上 观测到了三体母星的毁灭 威胁了人类近三个世纪的 三体世界被彻底摧毁了 质子在广播纪元出消失了 偶尔也会作为 三体世界的传生筒出现 为什么人类现在不去干掉质子 别忘了 水滴还在地球上呢 有一天 质子突然请罗吉和成心 去他家里喝茶 想和这两个老朋友叙叙旧 人们极其重视这次会谈 希望他们能带回一些 有价值的信息 当所有人都知道 三体世界被毁灭后 质子曾代表全三体人 在国际社会 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话 话语里没有谴责 没有怨恨 没有评价 只是简单通报了灾难的过程 三体文明 从此开始了新建文明 罗吉和成心 进入了质子的家里 随后开始了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茶道谈话 这场谈话一开始 成心就急于询问各种问题 质子给出的回答 大概就是 太阳系被摧毁是肯定的 但需要一段时间 可能有一两个世纪 当务之急就是赶紧跑 随后质子希望不要再被提问 他说 我请二位是来喝茶道别的 此时一直沉默的罗吉开口说 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质子请罗吉稍等一下 沉思过后对罗吉说道 可以 这是出于我们三体人 对罗吉您的尊重 但我只能回答您 是 不是 我不知道 然后 我便不会再回答 二位任何问题了 罗吉丝毫没有犹豫 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在宇宙中存不存在一种安全声明 可以避免黑暗森林打击 整个屋子寂静了很久 质子终于开口了 他说 有 茶道谈话 结束了 所有人都在思考如何发布安全声明 宗教 总是在人们消极的时代中兴旺 地球逐渐成为了一座大教堂 一颗祈祷之星 由于三体人知道如何发布安全声明 三体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神 质子成为了被祈祷的对象 质子的家门口 每日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此祈祷 但质子每次也只是向众人微微鞠躬 然后悄然退去 质子要离开的那天到了 他会离开这个美丽的躯窍 飞往三体舰队 他最后一次会见了罗吉和成心 这次三个人没说什么话 因为他们都知道 该说的都说完了 质子打破了寂静 他说 我要走了 请二位多多保重 宇宙很大 生活更大 也许 以后还有缘再见 还有 成心 云天明要见你 死神永生的上半部分就到这里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三体文明比地球文明强大太多了 人类在三体人眼里就是虫子 三体人面对虫子的威胁 表现出来的不是憋屈 不是不情愿 而是非常真诚 但又不停地寻找打破这种平衡的可能 这招用得好厉害 差点就把人类搞定了 看来不懂计谋的三体人 跟人类打交道的这三百多年里 跟着学会了不少阴招 两个文明的平衡 就握在执剑人的手里 一个合格的执剑人 才能保持这种平衡 可惜 想用爱拯救世界的成心 不是这个人 在三体的母星被摧毁后 三体人 面对自己的宿敌 表现出了得体 礼貌与成熟 没有丝毫怨恨 也没有谈论是非 仅用平淡的茶会 结束了三百多年的对决 三体死神永生 下 质子对成心说 云天明要见你 这句话从何说起 原来 当初三体人一直关注着阶梯计划 当第一批三体舰队因为逻辑的威胁 被迫离开太阳系后 他们决定去找装有云天明大脑的探测器 作为纪念品 从云天明能见成心来看 云天明在三体飞船的混得还不错 三体人严正声明 这只是云天明和成心两个人之间的事 双方不能提及三体文明 会面不得有第三方在场 也不能以任何形式记录 为了保证隔离性 这次会面设立在太空中 成心乘坐飞船飞到指定地点后 质子将建立远程的实时视频通讯 如果三体人发现 谈话中涉及不允许提及的内容 那么成心的飞行器将会爆炸 通讯开始了 成心看到了云天明 他的身体被三体人复原了 云天明看起来很健康 云天明告诉成心 他在三体飞船上 平时除了种地消遣 就是给三体人的孩子们讲故事 这里顺带一提 由于三体文明文化的匮乏 所以三体人特别喜欢听云天明讲故事 云天明还在那出了书 成为了三体世界知名的文学家 由于三体人一直监视着这场谈话 云天明在跟成心聊了很多家常话后 便给他讲了三个 他在飞船上经常给三体人讲的故事 谈话便结束了 在最后的一分钟 成心对云天明提出了约会邀请 他说 宇宙很大 生活更大 我们还会相见的 如果有机会 就在你送给我的那颗星星上见面吧 云天明在最后一刻回答道 好 在我们的星星 通讯结束 当成心返航后 被立马带进了一个小房间 这个房间是质子盲区 虽然三体人已经明确表示 质子会全部撤离地球 但为了保险起见 为了云天明的安全 需要在这里记录下谈话的内容 成心在反程中 心里不断背着云天明讲给他的三个故事 因为他知道这三个故事就是拯救地球的关键 通过长时间的解读 人们终于发现了隐藏在这三个故事中的秘密 一 光速飞船的发展方向应使用空间曲率驱动器 这种驱动器是通过影响空间 利用空间的曲率把飞船拉至光速 打个比方 就像在小纸船的船尾装一块小香皂 船会自动向前 这是因为肥皂改变了水的张力 但船前方水面的张力不变 从而把船拉了过去 二 用一层低光速带包裹住太阳系 这就是全宇宙通用的安全声明 这个被包裹的区域被称之为黑域 在这个黑域里没有飞船可以飞出去 黑域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 在这里人们可以获得安全 但会失去自由 三 最后一个秘密 暂且不表 因为直到最后有人才发现了它 三体人彻底离开了太阳系 不久后 人们为了避免被光丽打击的灾难 开始了掩体工程 什么是掩体工程呢 以木星 土星 天王星和海王星 四大巨星行星为掩体 在它们的背阳面建造太空城 为什么人们不造光速飞船准备跑路呢 一方面 光速飞船会在太空中留下印记 很容易被高级文明观测到 另一方面 在这个时代 人权意识极强 因为只有少部分人能离开 大部分人要留下 所以 制造光速飞船成为了严重违法的行为 但诚心和AA知道 建造光速飞船才是人类的出路 有一天 韦德找到了诚心 对他说 造光速飞船 是一条正确的路 但也没有力量造出来 把你用的一切资源给我 让我来 韦德随后的一句话 让诚心同意了 他冷静地对诚心说 不要犯第二次错 思索两久后 诚心答应了韦德 但他有个条件 他说 当你做的事 会危害人类的生命时 我可以收回你的权利 韦德答应了 诚心和AA进入了冬眠 等待成果 接下来 诚心的公司 全权由韦德负责 掩体纪元 十一年 沉睡了62年的诚心 被唤醒 由于多次冬眠 诚心现在的实际年龄是33岁 在这个平均寿命 150岁的年代里 他还是个少女 在这个纪元 形成了四个太空城群落 分别分布在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的背阳面 地球成为了太阳系联邦中的 一个普通城邦 现在地球上 人烟稀少 只有500万不怕死的人 生活在那里 每个人在那 生活得像国王一样 大自然 重新占领了地球 很多人不愿留在地球 是因为 如果太阳系 遭受光丽打击 那么地球上的人 将无一幸免 诚心 被带到了一座 叫新环城的太空城 他在这 见到了100多岁的韦德 韦德一直在研发 光速飞船 现在已经小有成果 但就在关键时刻 由于联邦政府的 反复阻挠 韦德与他们撕破了脸 韦德现在被政府军包围 但以韦德现在的实力 他可以拼死一搏 斗个鱼死网破 但他对诚心有承诺 政府唤醒诚心的原因 就是希望他 可以劝韦德放下武器 经过韦德60年的努力 曲率驱动器 已经研制的差不多了 是否能够继续 就看诚心的一句话 诚心现在想 如果战斗开始 成千上万人会死于非命 善良的诚心对韦德说 你的诺言还有效吗 韦德点了点头 诚心说道 好 立刻停止一切 韦德近乎恳求地说道 再考虑一下吧 诚心坚定地说 不需要考虑 韦德无助地说道 失去人性 失去很多 失去兽性 失去一切 诚心果断地回答道 我选拨人性 现场寂静 韦德让众人放下了武器 准备投降 韦德心中勇往直前的火焰 熄灭了 他微笑着对诚心说 小女孩 你看 我遵守了诺言 不久后 被捕的韦德被处以死心 诚心想到未来 去看太阳系 被打击后的世界 便再次进入了冬眠 掩体纪元 67年 此时 一艘外星飞船 发现了太阳系 这艘飞船 主要的任务 就是藏好自己 并清理他们 发现的低级文明 其中 有一个被称为 鸽者的底层工作人员 向领导 申请了一片 叫二象钵的武器 漫不经心地 将它扔往了太阳系 在太空城内 诚心和AA 都被唤醒 黑暗森林打击终于降临了 没有人向掩体逃跑 因为太阳系 并没有遭到光闭的打击 而是收到了一片小纸条 人们通过引力波 找到了这张 没有厚度 只有一张信用卡大小的 白色小纸条 过了一段时间 这张小纸条突然越来越大 所有接触它的物体 都遭到了降维打击 从三维降到了二维 成立一张画 在二象钵周围的飞船 准备逃离 但他们发现 只有光速才能逃离 二象钵的引力 以这张纸条变大的速度 8到10天后 整个太阳系 将变成一张 没有厚度的画 这就是云天明 在故事里 最后隐藏的秘密 降维打击 人类多年来 但惊接力的 在太阳系 布置掩体城市 但人类知道掩体 难道那些 拥有更高级文明的 外星人 就不知道吗 弱小和无知 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才是 诚心和AA 在冥王星上的 太空博物馆里 找到了快200岁的罗基 三人寒暄了一阵后 开始将一些名画 运到了飞船上 他们不希望这些画 同博物馆一同二位画 因为那样 未来到访的外星人 可能就解读不了 人类曾经的文化瑰宝了 罗基自己留下了一幅画 这幅画就是蒙娜丽莎 她年轻时 曾在这幅画面前 与艺人陷入爱河 罗基催促他们 尽快上飞船 把画运到外面 她自己决定 留在这个博物馆里 和蒙娜丽莎 一起看着太阳系 被二维化 其实 诚心他们乘坐的 这艘飞船 大有来历 这艘飞船名叫 新环号 不仅使用了些 跟水滴一样坚固的材料 还装备了完整的 生态系统和常规引擎 此外 还拥有曲率驱动引擎 可进行光速航行 这艘飞船 是太阳系 唯一的一艘光速飞船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罗基通过远程视频通讯 告诉了一只 蒙在鼓里的成心和AA 原来 韦德死后 残余的力量并没有放弃 曾经面壁者雷迪亚兹 在水星上做爆炸实验 把水星炸了个大坑 为了隐蔽 韦德的余党 就把基地设立在了这里 他们对外表示 在研究太阳活动 后来 联邦政府介入 并一起悄悄地研究 光速飞船 新环上安装的引擎 就是第一代实验品 只有少数年迈的元老 知道这件事 其中就包括罗基 成心想回去接罗基 但飞船不听诚信的 因为罗基 拥有这艘飞船的 最高指挥权 罗基笑了笑说 我这样岁数的人 不适合远航 孩子们 不要为我操心了 我什么都没有失去 罗基命令新环号 进入光速航行 到太阳系以外 飞船开始启动 船后的空间开始积变 很多人乘坐着 常规推动器的飞船 想逃出太阳系 但那是不可能的 当他们看到 新环号后面的空间 正在积变时 这些人发现 这是一艘正在 加速的光速飞船 于是 这些几乎疯狂的人 有的要去拦截 有的要去击毁 有的要去劫持 但新环号 非常的坚固 这帮人 想把飞船刮破 一点皮都难 如果当初 诚心没有阻止伟德 耽误了那宝贵的时间 光速飞船 是可以批量生产的 但现在一切都晚了 诚心从罗基的眼神中 读出了一句话 孩子 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诚心现在明白了 什么掩体 什么安全生命 只有光速飞船 才是活路 云天明指出了这条路 而诚心却把它堵死了 诚心到头来 还是犯了第二次错 诚心开始恨伟德 为什么履行承诺 在通话的最后一刻 罗基说 我要进化理了 孩子们走好 飞船要进入光速了 诚心突然想到 自己还有个约会 诚心说 去我们的星星 于是 太阳系紧存的两个女人 飞往了云天明 送给诚心的星星 一段时间后 星环号到了这颗恒星 并在一颗蓝色的行星上降落了 在这颗蓝星上 有一个帅气的男人在迎接他们 这个人名叫关一帆 是万有引力号上的研究员 五年前才从冬眠中被唤醒 他收到了星环号的引力波信号 所以留在这等他们 从这个人的口中 二人得知 逃走的万有引力号和蓝色空间号上的人 成功创建了四个世界 并且还在扩张中 这颗蓝星上没有高等生命 像是原始的地球 他们三人在这待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 关一帆发现 临近的另一颗灰色行星上 有飞船的踪迹 关一帆要去前往查看 诚心要跟着 因为他想 这可能和云天明有关 A留在蓝星 等着他们回来 二人乘坐关一帆的亨毕号 前往灰星 在飞船上 关一帆告诉诚心 宇宙中最可怕的武器就是 宇宙规律 二相伯就是其中之一 二相伯在高等文明呢 很常用 它一旦展开 就会无限扩展 所以 总有一天 整个宇宙也会二维化 宇宙正在死去 一些大神级文明 他们已经在研究 如何将自己二维化后 能继续活在二维世界里 大概在一百多亿年前 宇宙起码有十维 经过不断的星际战争 宇宙才变成了现今的三维 有一批大神级文明 他们在努力使宇宙重启 航行了几天 飞船抵达了灰星 在那里 他们没有找到云天明 而是看见了高等外星文明 留下的死线 死线极其的黑 任何东西进去都出不来 连光也一样 死线随时会破裂 破裂后的死线 会形成低光速带 成为黑域 在这片区域里 光会变得非常慢 关一番看到这一场景 连忙带着成心飞回蓝星 在返回的过程中 亨利号收到了AA的通讯 AA激动地告诉成心 云天明来了 现在就在蓝星 我去找他过来和你说话 为了保证通讯安全 不被周围的外星人发现 关一番说 不用了 我们马上就回去 随即关掉了通讯 正当成心他们 要回到蓝星时 突然死线破裂 他俩进入了时间真空 16天后 成心和关一番 才脱离了黑域 回到了蓝星 在时间真空里 虽然只过了16天 但此时蓝星上 已经过了1890万年 成心很难过 因为他永远错过了云天明 二人用探测器发现了刻在石头上 巨大无比的几个字 上面写着 我们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我们送给你们一个小宇宙 在里面躲过坍缩 去新的世界 他们发现了这个小礼物 这是一个由微量细线画出来的门 两人牵着手 一同进入了这扇门 这里是一个一立方千米的循环空间 如果你从头跑到尾 你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 在这个空间里 有一片美丽的田园 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这片小天地 就是云天明送给成心的第二件礼物 一个小宇宙 成心在这里看见了老朋友质子 他用的躯窍 还是跟地球上的外星一样 质子是这里的管家 质子对成心说 宇宙很大 生活更大 我们真的又相会了 质子告诉他们 这里是云天明送给二位的礼物 在这时间会过得非常慢 只需在这待上十年 外面的宇宙就会重启 成心和关一帆 在这开始了甜蜜的生活 质子成为了他俩的老师 教他们三体世界的知识 生活了许久后 他们收到了一个大神级文明 向全宇宙广播的信号 这个信号包含了百万种语言 都是大神级文明 认为值得被通知的外星文明 在这信息中 他们发现了人类和三体人的语言 内容大致如下 请把你们制造的小宇宙归还到大宇宙中 大宇宙因为你们偷走的质量 将会在膨胀中死去 归还小宇宙意味着 在里面的居住者要回到大宇宙中 成心和关一帆决定归还小宇宙 返回大宇宙中 质子开始负责归还小宇宙 在这个小宇宙的地下 藏有一艘小型飞船 这艘飞船浓缩了三体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成心没有把这个小宇宙全部归还 他在这留下了五公斤 留下了一个生态球 里面养着小鱼 他希望这个空间里还能有生命存在 质子对两位朋友说道 放心 我在 你们就在 随后飞船启动 飞向了未知的大宇宙 三体系列的整个故事就到此结束了 成心这一辈子都在攀登一道责任的阶梯 小时候的他 责任是好好学习不让爸妈失望 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长大后他要为工作负责 为阶梯计划负责 后来 云天明送给他的一颗星星 促使他成为了执舰人 这时的他要为全人类负责 后来他的责任变得复杂起来 本来他想给人类插上光速飞行的翅膀 却不得不制止 最后他要为整个宇宙负责 归还属于自己的小宇宙 人类在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森林打击时 由于受到道德枷锁的限制 做出了很多决策失误 导致太阳系不复存在 只如成心与AA从太阳系逃出 三体系列的整个故事 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 在浩瀚的宇宙中 永恒的只有死神 好 如果各位开始对三体这套书感兴趣了 推荐大家去看看原著 毕竟视频的时间有限 很多精彩的剧情没办法详细交代 我非常喜欢三体这个故事 这几期节目做了很久 感谢各位的捧场 不足的地方还望大家多多指出 后面我会继续努力 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有趣的故事 谢谢你们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个故事见